我投兩個女生 搞笑互動帶給粉絲歡笑 5566成員帶領班底舉行綜藝節目六週年見面會 日前參與金鐘獎最佳人氣獎 身為主持人之一的孫協志 曾PO文質疑投票機制 不公平嗎 我覺得應該是說不清楚 當時提到如果是累積計票 那為何進入決賽後的前五名清零 要再重新開始計算 另外臉書帳號投票下 無效票如何定義 也提議應該採取實名制 落實真正的藝人一票 畢竟這回首度有非正式競賽 有觀眾線上投票支持喜愛節目 就盼能成人氣王 金鐘獎下週登場 雙料入圍市地的楊佑寧分享心情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家人也在我旁邊嘛 所以他們感覺比我還開心 我在當下還有一點 就是故作鎮定一下 以華登出上誠歌 爭取最佳男主角楊佑寧說演出時自行添加 兄弟氣息 拿捏游走灰色地帶尺度下足功夫 另外良成吉時 他飾演悲哉的前歌舞廳老闆 入圍迷你聚集市地 我覺得我當下確實沒錯 我覺得是一個幸福美滿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我很不想工作 我很不想去工作這個心情 去把它在我的心裡面去做無限的擴大 不少橋段即興發揮 楊佑寧長短聚集都入圍 開心說感覺得獎機率提升 給足自己信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